纳粹,日本帝国,法西斯主义 奴役,勃根地体制,军阀混战 仿佛TNO的世界就象征住最黑暗,最绝望的世界 如果要从这片黑暗中寻找光明 民主灯塔美国大概就是最好的选择 美国最初打算在二战中独善其身 对盟军的苦苦请求拒之门外 在日军偷习珍珠港之后 杜鲁门总统才毅然带领美国奋勇抗战 但去到1945年 珍珠港遭受到日军的原子弹攻击 美国因此被迫迁处屈辱的赤城协议 除了大量的战争赔款,解除禁运之外 就更加要割让夏威夷,旧金山和洛杉矶的海军基地给日本 战败带来的政治危机 最后促成了民主共和两党的合并 但一党独大的情况并没有维持多久 由进步主义者和强硬保守派 克平而成的国家进步党 开始挑战共民党的统治 不过共民党仍然能够保持着领导的地位 共民党的第一任总统艾森豪威尔 更加带领着各个僅存的民主国家成立自由国家组织 与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德国的团结协定陷入冷战的局面 而对外承诺收回在和约到割出去的土地 最后也演变成在太平洋的导弹危机 在国内战败以及民生的问题令美国人离慢着负面的情绪 民权运动也都正进行得如火如逃 现任的尼克逊总统以及金乃迪副总统 要同时处理好国内外的危机 才可以为世界带来一丝的曙光 经过一连串的谈判 金乃迪总算是解决了导弹危机 但另一边双却输了太空竞赛 被德国人接触先登登陆月球 尼克逊刚刚才消化完这一段新闻 希特拉被行识的消息又传过来 虽然希特拉没死,但似乎都可以准备打破铁幕的功夫了 外交上的胜利大致确保了共民党的选情 但同时民权运动的示威也越演越烈 然后又衍生了一场反对民权的游行 为国内的情势增添不稳定的因素 如果真的这么容易可以团结一致对抗纳粹的话就好了 其实小朋友的想法也没错 因为身处白宫的尼克逊都一样是自力拉拢旧盟友 共同对抗遥遥欲罪的纳粹政权 是时候重返旧世界为抵抗势力提供协助 情理兼备的内容在最适合的时机 就会变成一个最古动人心的经典演说 其实除去种族主义的问题 太多人都对美国梦有着过分美好的幻想 活在贫穷线下的平民就大有人在 而针对种族主义的争论 也都由街头走到共民党内部 双方南缘不切的主张都知道党派分裂 嗯...显黑的家族 在一个casual的家庭聚会上 讲国家大事的语气 就好像说旁边张三李四 不见了一只狗那么轻描淡舍 仍然真是把炮 那无论如何 甘乃迪不顾尼克逊的意愿 尝试进行自己的计划 那又难怪的 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 令到甘乃迪的魅力盖过尼克逊 街头上群情汹涌 议会内的保守派都开始动摇 有进步党甚至愿意暗中协助 凡此种种都令到1962年 民权法案的签处成为现实 尽管矛盾重重 不过我们的目光 都总算可以稍稍离开一下 民权运动的争议了 俄罗斯的确是一片迷人的土地 有着各种光怪陆来的景象 如果你真的有命回来的话 我相信会是你人生最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 从各种意义上吧 回到美洲 美国的附庸国 瑞瓦拿领导人白汉 设立国家安全法案 大肆镇压异己 面对失控的情况 离开信决定要求他废除法案 谁知白汉真是做到官道无求 胆自大 加勾都免给美国 本来美国大可对瑞瓦拿人民的惨犯 视而不见 但甘乃迪抱持的正义感 最终都令到尼克逊决定动手解决这个问题 故事峰回路转 瑞瓦拿领导会突然投票废除国家安全法案 白汉也都宣称法案只不过是短期的临时措施 难道这个强人真是转死性 在等待消息的期间 突然来了一封白公黑信 显示有人掌握了政府监视进步党的证据 经过FBI的搜查 最终就拉了一个24岁的进步主义者 似乎就只不过是一个激进分子 想透过地下手段来速成改革 那都只不过是一个傻子来的 而对他的审判也都会在中期选举之后 一切都看似会顺利进行 就在某一天 当尼克逊以为他面对的又是一堆例行公事的时候 他经各媒体不知道为什么发现了他当初支持白汉的证据 而白汉所做的种族隔离措施 也都自然一拼入尼克逊数 想心一层 其实当初那封白公黑信 又怎么会在毫无阻难的情况下出现在白公里呢 一时间谣言在白公内不敬而走 尼克逊未及喘息一下 归雅拉又传来坏消息 看来白汉先前的姿态 仅仅是为了降低美国的戒心 等他可以进行一场得如其来的政变 美国自然不会放过他 海军陆战队和空降突击步兵 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击破归雅拉脆弱的防线 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 说得好啊 马丁路德金 美国会秉持这个信念 为更多国家带来解放 嗯 我都很喜欢强壮的大姐姐 我国的情况仍然是一片混乱 美国要迟一点再处理它了 现在尼克逊要处理的就是那封白公的勒索信 抹黑对手的证据永远都不嫌多 一于就收入机密文件辅导 参议院选举结束 虽然丢失了七个职位 但仍然能够保持住共民党的主导地位 对总统来说都尚算是可以接受的结果 然后尼克逊就将目光放到在地球的另一面 南非 同样面临着种族主义带来的社会动荡 但南非的动乱似乎就远比美国的情况厌重 而在国际外交上 南非本来就是夹在德国和美国的外交角力之中 虽然是民主国家 但为了不要过分刺激铃近的德国势力 南非一直都没有在防武上和自由国家组织合作 但为了阻害德国的势力 也都一直作状要正式加入美国的阵营 一个平衡直到波尔民族主义者 勾结德国人才被打破 美国要保住非洲最后的民主国家 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 另一边上 英国快捋的渔船在德国战列艦的护航下 入侵到美国盟友冰岛的专属经济区 美国马上向该地区派出更多的艦队作为回应 《间谍记》亦都上映了一幕有惊无险的戏码 当你的国家没办法保护好文艺作品的时候 或者交给第二个强国是更加合适了 打开电视 尼克逊发觉媒体不断吹捧甘乃迪对民权法案的贡献 而南方周份的人民就对自己怀恨在心 真是采奏他拿完 死就我吃了 心里就不是未宜 但其实美国的新兴思潮 除了种族平权之外 声必平权也许在不久的将来都将会成为主流 原本在德国势力范围的马达加斯加陷入分裂 不出奇啊 一个被荒足的人哪有心机管理好地方啊 于是者就给美国一个插手的机会 帮助这位软弱的莫里斯总督了 希特拉的身体不捱得多少个月 一场风暴即将到来 马达加斯加内战就仅仅只是赛前热身 在南非 波尔人借公投准备宣布独立 非洲国民大会也存在暗涌 南非陷入战争就仅仅只是时间的问题 但未及消化这一段消息 公民党总部又出现了问题 难道进步党真的发现了尼克逊对他们的舍听 做美国总统真的头都爆 由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到自己党的总部都总是麻烦不断 相比起美国总统追求公义的平民 可能就相对地单调很多了 最担心的事情始终都发生了 舍听计划的曝光令到尼克逊成为众子之敌 低调回应是平日最好的公关手段 但今次真的可以靠这样蒙运过关? 莫里斯的确不是什么管治人才 他只是一个司机来的 如他所远被他离开 负责一个新的OFN国家 都算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总算安顿好马达加斯加 可以专心开个记者会 带公众游客花园 但看来对家真是有心煮死尼克逊 日本人总统已经够烦了 还跟你公开道歉的话 尼克逊就是什么face都没了 希特拉死 国公内战爆发 尼克逊主张援助象征改革派的斯佩尔政权 一个禁具争议性的议案 无疑需要大量的协商才通过得到 没错 这是一个能够直接干涉德国的好机会 怎可以就这样放过呢 数够票数 又看到各国的抵抗运动无起 相信纳粹帝国就算不复亡 在欧洲的势力范围也会大为缩减 但在非洲 德国人协助的波尔人 和本地的非洲国民大会 最终都向南非举起反旗 由德国殖民者组成的非洲之盾 更加直接介入战争 年轻人不说不得 美国就不会任由纳粹推骨牌 推世界各国 派兵到南非 还有援助都是势在必行的 骨牌理论得政府中人明白是不够的 宣传机器也要大肆宣传 南非独自对抗激权的惨犯 只有一个装甲师包饺子真的有少少吃力 盟国们都是时候要为自由出一分力了 连伊比利亚联盟都肯帮忙在南非作战 算是尼克逊被DOJ调查期间的一大好消息 南非峰会的召开 确保了OFN帮助南非的取态 但一连串的好消息也都抚平不了尼克逊心里的不安 看着各个电视媒体尼克逊这个名字 仿佛就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对象 怎么解会这么多机密片段流出呢 更惨的是 副总统甘乃迪似乎都乐意准备送他一程 局势日益恶化 就算尼克逊心里面再怎样就骂手下 办事不力也都于事无保 他已经陷入绝境大势已去 但轻幸的是 在美国就算失去了总统的宝座 至少都没需要赔上性命 还可以有尊严地离开 回来南非 在大致食元东非专业核区的主力之后 美军就准备将重心放在波尔共和国那里 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外都还是分亂不佑 事情到底会怎样发展呢 就留待下次再说了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